HELLO 我是娛樂 今天要來分享的是牧場物語的牧場規劃啦 這次的規劃分享會是很詳細的遊玩心得跟攻略 如果是還在為牧場規劃困擾的朋友 就跟著我一起看下去吧 在影片開始前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能接收最新影片通知囉 在開始規劃之前 我覺得要先跟大家聊聊 大家目前玩到什麼樣的程度 前期、中期還是後期 如果是我 我會以發木跟除草的等級當分學領 因為當大家努力開發規劃下去之後 能長出資源的地方就減少了 想趕快練技能的朋友 就要多花很多時間等待 另外我在資訊欄準備了牧場格子的Excel檔案 歡迎大家自由取用 簡單規劃一下牧場吧 在牧場經營的初期 絕對是以方便為主 如果一開始就規劃的太理想 那不是很好的做法 初期的大家都比較偏向要早睡早起 所以最好不要花太多時間再來回走動 把每日必要弄的東西 都集中在疫區是最好的方式 當我們修復好雞舍跟動物小屋之後 建議可以把小屋搬到疫區的地方 這樣早上起來就可以很迅速地去放牧 因為動物們在早上9點前放牧的話 就不會消耗到牧草 是非常一舉兩得的方法 讓我們來看看我的疫區規劃圖 首先是從家門出來就可以看到馬舊 旗上就可以直接很順地走出來 後面藏著日常不常用的桶倉 可以從馬舊去到後面補牧草 旁邊則是動物小屋跟雞舍 在動物小屋前設置農田 動物也會有比較多的活動空間 而雞的話比較小隻 出來碰到加工機也不會太急 一區的礦洞門口後期很少去 我放了兩個不常用的箱子 拿來放漁貨為主 家的下面區塊 可以放置箱子加上對應的加工機 像這樣專放木頭的箱子 配上一排的木材加工機 可以省去很多找東西亂放的時間 其他位置大家可以隨意放置 農田依照個人喜好設置範圍 二區的部分 隨著進入到夏天 開始準備養菇原木發大財的時候 就可以把養菇原木放在第二區 因為四天只要收成一次 所以不會佔用到太多的時間 如果提早弄到風箱的話 也可以放在這一區 也可以像我一樣 在旁邊種了一整排的花 到時就有風箱的材料了 另外為了方便佈置 我在大湖旁邊圍了一圈柵欄 這樣也好讓我們避開難佈置的地方 三區跟二區剩下的部分先不開發 留著掌樹掌草刷技能用 不過可以在三區的礦洞門外放一個箱子 來放一些挖礦石臨時輕包包的東西 接下來就進入到牧場經營的中期 在第一年秋冬的時候 一區其實不用變更太多 不過如果已經拿回機車的話 馬舅就可以搬到其他區 如果找不到機車的時候 可以馬上找到代步工具 這樣馬舅空出來的空間就可以放置箱子或是加工機 秋冬開始進入需要更多空間的時候 我們可以好好利用二區道路旁邊的空間 建議過橋這裡的空間 可以拿來放種子加工機 方便隨時拿到加工後的種子 而這個時候應該也會發現更多的動物 一個大型的動物小屋已經不夠使用了 建議大家可以再買一個大型的動物小屋 專門放置產毛的動物 配上兩台毛線球加工機 跟一台布加工機剛剛好 剩下的空間繼續放置 當大家把發木跟除草的技能等級念滿之後 就可以開始規劃放新的動物小屋 或成就拿到的巨大加工機也可以擺出來 這時期製了多剪點野菜 如果以後完全都更之後 就比較少空間可以撿到這些野生的植物了 等大家隨著自己的牧場進度 到後面覺得可以好好佈置牧場時 就可以進入到最後的規劃階段啦 我目前也在朝著這個方向邁進中 所以就來帶大家逛逛我的牧場 一區的部分我已經全面都更了 換上的是美麗的噴水池跟鋪滿道路 讓整個牧場一區看起來很整潔 上面我佈置了一區箱子區 因為我有屯物鎮 所以一次放滿10個箱子 我就可以隨時收好我的東西了 還有我家門前這一區是我的花圃 是讓我自己看了開心的 看看這一整片像玉葵花田 心情就很好 目前一區還是放置了一些調味料的加工機 讓我煮菜比較方便使用 還有巨大的加工機 之後如果確認數量才會好好安置區域 應該有很多人想要問我 那原本的東西呢? 首先是動物小屋的部分 我已經全部搬到第三區了 隨著動物越來越多 我希望牠們不要被小小的空間限制住 所以在第三區有一大片的牧場 讓牠們自由奔走 而加工機呢? 隨著開啟四季庭院 其實除了種植果樹之外 沒有需要到太大的空間 反而四季庭院可以讓我們放一些 一天只要去修一次的加工機 像目前的農作物跟果樹種子加工機 都被我放到庭院了 二區的部分也是差不多之前所說的配置 之後沿路會慢慢佈置一些可愛的擺設 另外我把水跟小屋放到湖的左邊了 因為比較少用到 這樣順路偶爾去看看就可以了 而原本水跟小屋的地方 我預計要做一個小花園 說不定有幸福的青鳥來拜訪 三區基本上放了五個動物小屋 分開各種類型的動物 這樣管理起來也比較方便喔 這一區就成了很大片 讓動物自由自在的牧場區了 最後建議大家 如果想要美化牧場 可以在一些地方留白 種一點花 開出當季的花的時候 牧場就會特別好看 而且特別自然的樣子 今天的分享是在我實際玩過之後 依照自己的經驗整理出來的 可能不是攻略書上那種激進的排法 但我還是那句 規劃牧場是要以自己方便為主 太早規劃的話 反而會失去與大自然親近的機會 隨著我們牧場的事業發展 再慢慢佈置就好 另外我分享的佈置 也不是一兩天就可以佈置好的 大家就慢慢調整到自己喜歡的樣子吧 接下來讓我以相機的角度 帶大家逛一逛我的牧場吧 我可以跳得到 我可以跳得到 我可以跳到 A Claud家 OB 看看 是 他在烹飪 OB T M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對牧場規劃有什麼疑問 歡迎在底下留言詢問哦 如果這次的分享有幫助到你 歡迎幫我點個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是娛樂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